8月11日,火箭队突然官方宣布了一笔签约,但不是奥运三冠军王家世界全明星超级安东米,而是一名洛选秀天才。 火箭官方宣布,同罗选秀罗伯格雷签下了一份合同,但这是一份训练零合同,等于只是给了他打击前赛的机会,具体能不能抓住机会,就看他自己的了。 格雷今年24岁,身高1米85感空位,此前他在休斯顿大学打了三年比赛,因此火箭队他非常了解,格雷是休斯顿大学的王牌得分手。 尝试能拿到19分加3篮板加3助攻加1强段,今年夏天格雷也入宣了火箭队的夏季联赛阵容。 和周期,梅尔顿等人一起打过夏季联赛,牵下格雷,意味着火箭队被当家巨星保罗,锁定了第二个接班员。 第一接班员是46号新秀梅尔顿,梅尔顿和格雷都是控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,上个赛季火箭队引赫西决。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保罗腿筋受伤,导致火箭最终只能与哈登、戈登、塔克、陈佩拉、格雷、阿里加六人作战。 这次火箭为保罗准备了双保险,如果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能打得出来,即便保罗再次受伤,火箭都不怕了。